过去心理学上不有个词叫练母情节吗 你觉得你有这情节吗 其实我没有这个练母情节 老想着杀掉老爸之类的 其实我 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这个 潜意识吗 其实我跟我妈妈的沟通 其实还挺特别的 我从来不跟她去撒娇 也没有真的好好地去拥抱过她 因为我感觉就是跟她 心理上 是很爱我妈妈的 但很多行动上我是很难去 表达的 就包括之前我跟我妈妈的沟通 其实也很少很少 几乎是没有 就近几年呢 我是跟我妈妈有很多的一些沟通 因为我觉得妈妈年纪越来越 越大以后呢 她需要有一个人的陪伴 甚至说需要有一些时间的跟她去聊天 她还想知道我的所有的一些事情 所以最近呢我一直 这几年我一直在跟她沟通去聊天 这个我就觉得你看 她是东北小爷们 我也是这个北方人 我现在想起来 你看这个我妈妈现在已经重病了 但我现在想起来呢 就是我们呢 不太会跟父母表达感情 你比如我现在想起我妈呢 我就对她的印象就是什么呢 怕花钱能吃苦 就这个就是她好像是 从小你就会感觉 多少这个特别辛苦的这个事情啊 她好像都特别能扛 而我们呢 平常就是没有那个意识 说跟妈妈这个抱一下 中国人都没有这种 都没有 但是呢我幸好呢 一直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开始慢慢明白这个事儿了 我就没羞没躁 每次回家呀 我就抱着我妈妈就亲呐 我就亲呐 哎反正我现在想起来 她很喜欢 她其实是 她其实她不好意思 她但是其实特别高兴的 真的这种身体的这种 我尝试过一次 我说我抱着妈妈 老妈我爱你 然后之后我觉得 哎呀我好别扭 但其实我妈妈呢也挺尴尬 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 但她心里是开心的 哎一回生二回熟 哈哈哈哈 亲人就抱一抱 没事没事 对对对 徐老师呢 你有距离吗 我其实这个讲过嘛 我我我母亲这个葬礼以后 当时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她去世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已经很久没碰到她身体了 就她知道她去世那个时候 我才想起来 我就不记得我什么时候 抱抱她身体 我是知道她 就是最后临终的时候 才去碰她的身体 把她抬上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我在这之前 我已经从来都 我当然考虑很多 花钱的这个装修啊 什么经济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她都把她想很多 但是就没有一个感觉 会去 这个是的确值得后悔的一件事情 韩国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她跟她妈妈 也是够苦大仇深的 就原来太苦了 我觉得后来你去韩国 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在这个国内混的时候啊 是不是混得特别特别惨 因为我在上 应该是96年 我上了中央民主大学嘛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 并没有那么好 你交完学费啊 或者交完就是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妈妈就 来到深圳来打工 但是那个时候 你需要一些 每个月的生活费啊 学费啊 就我不能 我没有能力去赚钱 只有妈妈去帮我去 赚一些生活费啊等等 就来到深圳 白天呢 她就做一些早点 卖早点 白那个一大早 就这样打工 完了就给我赚一些这个生活费 你讲讲你这个艰苦奋斗士很好 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个王子 嗯 对不对 但其实你有这么一个一个家庭 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跟我妈妈 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也说 我说 等我毕业了 我不会像家里要一份钱 因为我毕业了 我可以有能力去赚钱 你就就一个 你就一个人 对 所以我毕业以后呢 我就自己在北漂 完了我要过一次钱 500块钱 买被子 实在是没钱了 哎呦 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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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生的起伏之之大 对 而且现在呢 哎 我不知道 现在你看社会上 一般有一个大家的习惯认识 呃 觉得比如说是父母离异的孩子 就特别可怜 甚至就觉得就说是呃 性格呀发展会什么不健康 你对这事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看孩子本身吧 他不一定要说是不健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你本身的话你要对对自己 能有一个规划 或者心理上有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调整 嗯 其实你要说啊 很有意思就是我 我觉得啊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个不幸的家庭 比如说父母离异了或者说是孤儿寡母 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呢 历史上很多成功人士 他恰恰就是这样的家庭结构 你比如说奥巴马 对对对说 他妈就是嘛就是生了孩子 爸爸肯定安利爸爸 两年就走了 就走了两年就走了 但是他就是一个一个妈妈就说 而且他妈妈你说奥巴马 这妈妈挺神的 生了这个奥巴马以后 自己又历经十年拿到博士学位 而且他自己当年都说过 他说我一个母亲 我我我也能带好儿子 说不定我儿子将来能当美国总统 就一语成真 他而且当时是把儿子交给了那个外婆代 他自己又去他自己又去上学的时候 然后奥巴马是跟着外婆过的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 不一定一定是跟着爸爸或者妈妈这种关系 而是你要有一方比较稳定的关系 对孩子可能就挺好的 比如比如说那个丘吉尔 那个丘吉尔他我记得他就说嘛 他就说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名媛 一直在搞那个社交什么 就也不太管他 然后说他爸 他就说说我爸像那个上帝 总是在别处忙活儿 也不管我 但他是谁带呢 他的保姆 他一直跟他那个保姆的关系 就特别的稳定 然后呢他一直到他做首相 他的办公室都挂着他保姆的相 对他所以只要有一有一种 他觉得非常稳定的关系 就挺好的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 假如说你有女儿要找 找男子找对象 或者是说你的儿子要找对象 一般的说法 找Happy Family 就是找一个普通的幸福的家庭 这样的小孩呢 一般来说他们认为心里比较健康 善良好相处 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CEO 你是Interview 你要找一个人才 那可能正好相反 你这个家庭的坎坷的经历 有些不幸啊 促进人才 所以前者是那种比较安全的 是那种比较幸福的 乖乖的 或者是因为很简单嘛 你如果一有父母离异啊 或者家里的人老不在啊 就自强嘛 你会受人欺负 你就会要自己要奋斗嘛 对不对 你寒庚的父亲是个军人 对我爸爸是个军人 你觉得你身上受爸爸影响大 还是受妈妈影响大 都会有 因为父母 我妈妈和我爸爸给我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我爸爸更多是 你是三四岁的时候的标准答案 都一样 老有人问你 你爸爸好还是爸爸好 对 爸爸一直都是教我说 你要做人的道理 你做事怎么去处理事情 他说 小时候就告诉我 你一定要是做事呢 三思而后行 做所有的事情呢 你不要后悔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就是包括我去北京去韩国 我爸爸只是说 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不好 你来自己选择 就是你 如果要是不好了 你自己来负责 这是我爸爸给我的教育 那妈妈呢 妈妈更多是很多 是跟我一些关心啊 健康上的或者等等 有时候跟我妈妈聊的比较多 就一些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心里怎么想的 跟我妈妈这样的沟通比较多 你现在这个还 他比我强多了 就是我现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 女儿往往是感情的 女儿是回家要看爸爸妈妈 真的是跟爸爸妈妈很多话讲 我发现我呢 是个责任 就觉得哎呀 我要多回去看 但是呢 真的在一起 实际上啊 也是 一起看电视 一起看电视 对 不是他们看的那个电视 我都能给看兔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看的那个 跟咱看的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看他 我说你能跟你妈妈 就等于跟姐妹 不是姐妹了 跟姐弟似的 到处去玩啊 共处那么长时间 你觉得是需要耐性的 还是是你真享受呢 我是挺享受的 对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出去 她就这样掺着我 或者掺着她 就这样子 带她出去玩啊 因为她能够玩一起 那你一交女朋友 你妈妈是什么反应 我妈妈她说 你要挑一个好的 哈哈哈哈 这不一样 就跟我妈妈一样 你还跟我说 这么依赖母亲啊 这么有点恋母的 这个小亮仔啊 找女朋友将来 你这个会有潜在的矛盾 这个 但还好我没有那么恋母 对 你刚才说这个恋母吗 你刚才说起来 我就想到其实 对于我来说 就是女孩子也有一样的 有一个阶段啊 你会特别不想变成你妈妈 就说你就你会觉得说 我人生最不想变成的 就是我妈 因为比如说 因为妈妈在你生活当中 她所有的优缺点 你都会看得到对吧 就想我以前 可别像她那样以后 但有一天你会发现 怎么好像 其实你身上 一定会有很多 她的轨迹在那里 是吧 你说话的 说的太对了 男生是对爸爸 对 我就是对我父亲 我就是 我在我的成长道路上 好多次在想 我绝对不能像她这样 到了若干年以后 发现 甚至还是有 是的 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这么说太抽象 你什么学了你爸 我父亲坐到上海的 医师公会的秘书长 他的一个同学呢 就是邝安困 就是他的 原来是广司医院的院长 儿子还做美国参议员 他整个内科学的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书啊 是他写的 我父亲就 老跟我说 他说这是我大学的同学 我就批评我父亲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同学写出了内科学 这么厚的这个学术著作 而你去做什么 医师公会的秘书长 医师公会的秘书长 做很多社会工作 写的文章都是公共教育的问题 对 你为什么会 没有选择去一个大的医院 一辈子写一本书 可是你看我现在 我不是常在三人行吗 你能不能写书吗 对对对 我当然还写书 但是这个 王德辉成文员 他们就说 你要是把全部的精力 拿来写书的话 你看 实在变了 所以说明 我发现 我不是走着我爸爸的路吗 对对对 当然我还以我的理由 你写书也是为了天下 他说他做这个事情 也是为了民众啊 等等 讲了很多话 但是 怎么莫名其妙 我说明你跟你 你跟你父亲都有这个 投身公义的这个基业 在我们这也拿不到什么钱 还有我告诉你 还有我告诉你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在走回你父亲的这个 不过这个 你们说的这个实际是挺深的 你就比如说这个母亲和这个孩子 这个历史上 后来有些人说 当然呢咱也不懂什么孔子孟子 就听老师讲 挺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孟子是几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他们就是讲 就说文坛上有这种孤儿寡母的这种现象 哎 有一次我等一下给你补充例子 对 我有一次听那个金星 金星整天给人当大婶 是吧 他就说你发现没有 有的时候啊 越是这个孤儿寡母啊 这个母亲呢 他会超严厉 就非常严厉的对待这个孩子 后来他们就讲孔孟之道孔孟之道 孔子和孟子的老师们讲啊 你仔细看味道不太一样 孔子 不是孔子啊是温和的 是甚至是幽默的 但是你看孟子一说就是啊 这个鱼跟熊掌不得兼得 那怎么着呢 舍生而取义 就为了义你去死 就是其实孟子啊 就是表现出在这个这种道德上 他更加的这种这种极端呢 后来他们又向下说到一个什么呢 著名的清官 叫海瑞 就说海瑞受他妈妈的这个影响之大 就他也是孤儿寡母 然后他妈妈从小啊 海瑞从小就跟小老头似的 就他一开玩笑 一跟孩子们开玩笑 他妈妈马上就训斥他 就教训他 所以海瑞从小就是这样 长大的就是一个你看清官嘛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就清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人们觉得不近 已经不近人情了 海瑞我八卦他一下 他这仨老婆两个妾 第一个老婆生了俩孩子 就是因为跟他妈 他妈不喜欢 休妻赶出家门 第二个老婆也是这样 休妻赶出家门 就他笑第一 他笑 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三个老婆呢 就是很神秘就暴死 这个死因不明 就在他们家就死了 然后呢就是他到三四十岁 你说他有妻有妾 他跟他母亲还睡在一个屋 到三四十岁还跟他母亲睡一屋 安迪沃侯也是一直跟他妈住在一起 美国一个艺术家安迪沃侯 你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讲啊 就有些时候是不是因为啊 就说这个寡母啊 他会把他所有的生活的这种不满也好 或者说期待也好 就是特别强烈的要寄托在孩子身上 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 那基本上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这样造成的 你怎么会见到 你讲鲁迅 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是他十来岁的时候 他不是买药吗去世了 约达夫 毛顿 胡适 库莫肉 几乎大部分的作家都面临这么个情况 就是他们的父亲老是最小 两岁 他们的父亲在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然后谁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呢就是母亲 你去北京的鲁伯看一下 那个鲁迅的那个房子啊到现在还保留着 他的一间房间是这里 门口一个小走廊 左边一间是他妈妈 右边一家是朱安 朱安就是跟他结了婚单一直不同房子 他走出来 鲁迅这里房间走出来 他妈妈跟他的这个朱安的房子就 紧逼着他的这个房间门口 后面就是有名的我家后院两棵树 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这就是鲁迅博物馆你们现在去看 所以你讲的这个母亲 对他的这个精神的 你说动力也好 你说压力也好 同时病毒 另外我倒是反而看到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一个是妈妈对孩子会很严厉 就在这样的情况 像奥巴马的妈妈也是 早上四点钟起来 他就开始要学英语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英语嘛 他要承担父亲的责任 但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是看到那个孩子 在这种状况下 那个孩子的表现 欲希望出人头地的欲望 也特别强 是为什么呢 他希望那个 比如说他从没见过的爸爸 有时候是因为离异什么 能够为他骄傲 我看到过蛮多这种例子的 他们都会做得非常好 希望有一天能被看到 他也是应该被承担 还有呢 他要替他母亲增光 好 这韩绍心理分析 你觉得你这一路艰苦 一路打拼 你的内心动机 是为母亲争光 还是说让爸爸骄傲 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 因为家里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我还是希望说 我去在韩国坚持这么多年 我还是希望说要自己能变强 因为很多 我家里很多人需要我去照顾 所以家里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 是自然而然的会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想 我说必须要出来 我必须要强才可以 所以从我在出道以后 我很开心 出道之后 我起码我有一些经济的一些收入 我从经济上慢慢去改变家里人 所以就对我的父母 对其他爷爷奶奶 或者是叔叔 还有姑姑 包括我舅舅 舅妈 还有弟弟 所以很多都是我来去管 所以你别看这小帅哥 这家伙 这是一家里的大哥呀 但是你比如说 你记得小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这个父母亲 他们对你是肯定的多 你像咱们也知道 过去东北有些那个父母亲 那就是永远的这个骂孩子 或者说没出息 你像你的妈妈 她小时候 是老是夸你 鼓励你 打我 我爸 我妈 在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打我 如果不对的话就打我 不对就打我 就是家教很严 你这还真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吗 就包括吃饭的时候 不准先动快 你就得等大人来了之后 那长辈先动快 你才能动快 就是很多的一些那个 一些规矩 就是这样 但是他经常肯定你嘛 不要夸你 太棒了 耕宝 你做的太好了 以前没有 小时候很少 嗯 你觉得这个会对你 长大之后的这个自我认知 有影响吗 嗯 有有可能 因为很多的孩子 还是期待父母的一种肯定 尤其不管你做的好也不好 也希望有一些肯定 但那时候小时候 那真的是太小了 那对我一些 呃 没有什么太大印象 因为我12岁我就出了 我就去北京去学习 更多的是老师对你的肯定 嗯 但父母呢 很多只是说 我看呃 看到我妈妈去我的毕业汇报 我是02年的毕业嘛 她去我毕业汇报 在台下 我在台上去演出跳舞 我隐约看到我妈妈流眼泪 哎呦 嗯 流眼泪之后 下来就说哎太棒了 太棒了 对 中国人呢 他父母对于小孩的这个表扬啊 他不会太烂 有时候平常严谨啊 偶然的表扬就刻骨铭心 这跟美国人那是真不一样 他们是红小孩真是红小孩 就是一来什么事情都是很多 那个好话 整个教育都是不一样的 你就他们的小小学里边 让你小孩玩嘛 对不对 尽量让你开心嘛 中国历来有这么一个严格 严格 而且我今天这样严的对你是为了你将来好 父母都是这么一个一个想法 对我 我爸爸妈妈也是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我都是 所以到后来 你到韩国这个当练习生的时候 你觉得这待遇一点也不陌生 一点也不陌生 甚至我觉得说 比我在学校的条件还好 比爸爸妈妈要求还轻呢 是不是 我还觉得好像就是像这种年纪比较小 十多岁啊 就离开父母身边的孩子 最后会比较有出息 像比如说你读大学的时候 你选择到外地去学习的 或者像你女儿到外面去读书的 反而会比较有出息 我的父母就一直主张寄宿 就是说如果能住在家里 如果能够寄宿学校 就尽量寄宿 那韩庚觉得呢 如果我以后有小孩的话 我肯定到一个年纪 我给他送走 让他自己有一个 自理的一个能力 比如生活上啊 或者以后经济上 你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去 给自己 尤其是独生子女 让他有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环境 嗯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问他 就是其实现在就很多 就是说父母亲到底是该夸孩子 还是严格的这个抑制这个孩子啊 对他将来长大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 咱们当然接触不算太多啊 但是我感觉呢 你比如说韩庚呢 好像不是属于那种特高调的人 就不是属于那个到哪 我要站中间 他好像有点 我是不是理解有误 你其实是有点 不是特别勇猛往前冲的那种 对我是不喜欢去争强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比较 我就说往后对你你先来 对你来 我觉得这个站哪啊 或者是你往前冲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是是特别好的 很高调也不一定是好 哎我我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 但是我自己就往往就会瞎联系 就说这个是不是 哎跟小的时候啊 就父母亲要求严厉有关 就是而且你知道就是他 也说他这个原来是跳舞出身的 这跳舞出身的 我很了解就是你知道 哎 其实这个舞蹈你想 他就是要接受别人评价的 你你你明白很多舞蹈队里的人 我一说他们都明白 那完全看老师了 谁站中间 对谁站前排 第一排的中间 对吧 那那那那这次你你你你你站中间 下次他站中间 你你你做不得主啊 你你完全你你你你有这种感受吗 有有有 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 比如说呃 上 集训课呀 还有一些 民间舞课呀 他都会有一个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我有一段时间 我是缺课 因为我膝盖坏了 又缺了半年的课 我一直在这个旁边 在角落里 那时候我想哎呀 我应该可以在前面 但后几年我一直在前排的第一个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跳舞你都会有自信 但是你是怎么做到让那老师让选你做前排第一 站前排第一 因为你呃 班里我们就12个人 12人的每个老师肯定不是光看前面 他也是慢慢的去盯每一个学生 但我只能说我我一定要努力 我一定要努力 但你万一不公平呢 就比如说这个团长这个老师 他就是不公平 明明我是跳的好 但他干嘛就选了他 争不争呢 这种情况也有吧 有也会有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在后面站着 哈哈哈 接着脚站着 对啊 那只能在后面站了 后面站了 那我也再努力的去去 因为你去上课你学的东西还是自己的 对 是这样的 你这个这个两难哈 我好多次被人问到 嗯 就是尤其是讲到教育的问题 就是家长啊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小孩是从小被受鼓励 嗯 好还是被严厉的批评要求好 其实你们讲到的这个问题 就牵涉到这么根本的一个教育的问题 嗯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想 从群体的角度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 我欣赏 被严厉管教的 低调的 积压能力的 这样的人 从个体来讲 随时可以爆发的 对 爆发力强这种人 对 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赞成 每个人应该是张扬的 嗯 每个人应该是碰到不正确的事情 If not fair 他就会出来说明明我跳的比他好 为什么他在第一排我在第二排 我实际上我要做老师的话 我看到这跳出来的人啊 我是反感的 虽然你是比他好 摄头啊 可是你这么跑出来说 哎呦我是最好的 我就会反感 对 但是这种反感的时候 我常常就反省自己 就是说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 对 每个人都这样忍让的话 这个民族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对 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不忍让的话 这个民族问题更大 不是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还好相对好一些 相对好一些 对相对好 最大的问题是你压抑他 你让他做的更好 没错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我就觉得是 他即使将来成功了 他不会享受这个成功 他这种 就去享受的这个能力特别差 不还有 对于那些 其实没跳的那么好 又在前面的人 对他们也不公平 误导他们 使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好了 明明有人比你好 还把你放在前面 我觉得每个人的会想法 会不一样吧 就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个人我是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去忍让 不去争不去想 我觉得我是对我来说 个人是比较自信的 我说你在前面其实无所谓 或者是你 其实我 我知道我很好 我很棒 那有什么用 自信的一个东西 我在其他方面 我会证明给你看 每天在后排 那怎么证明呢 总有一天 我会在前面的 他就是 我觉得韩庚 所以他这个性格 其实他是有点 这个一生中 多次忍无可忍 是吧 咬牙在人 而且尤其是你看 韩国练习生 那种 那更是让人家去挑选 去选拔 你觉得你碰到那种时候 心里呕气吗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选拔 就是我们都是联系生 东方升起也是五个人 那是最早的时候 我也是在选里边 选里边之后呢 我也拍一些照片啊 晚上也试了一次啊 最后没有选我 选了其他的五个人 当时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我马上就出道了 我就很开心 没想到他们先出道了 当时在等到 在练 有可能是不行 我自己会觉得 有可能是跟他们 会有一些差距 或者再努力练 作为个人修为啊 道德的修为 这是非常好的 作为社会秩序 多年媳妇熬成婆呀 她最后当队长了 这我也觉得挺奇怪 在韩国 你怎么会 你凭什么过人的表现 让你当队长 也是这样 因为很多都是韩国成员 就我一个中国成员 我们又分 分出了一个小组 来到中国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在韩国的时候 他们其实帮助我挺多的 到了中国之后呢 又加了两位的中国成员 最后呢 我就在中国的一个小队里面 当了队长 完了也是 像他们在韩国照顾我一样 有时候我去帮助他们 是这样的 哦 义军 你这当妈妈的 你觉得韩庚的这个母子关系 让你有什么感想 非常好啊 我就 我就在想 我是挺好奇 我一件事情 等着你儿子将来赚钱 等着他跳舞 不是我 你先得长得像人家妈妈 周一军不差的 周一军也是美女 不不不不 就是 就两个问题啊 一个就是说 一个方面 你会基于你儿子一种期待 说他以后找姨媳妇 最好拿我做改模 但另外一方面 你会想那也挺糟糕的 就是说你还在他的生活当中 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就也挺 他也很麻烦 还有一个事情 你有这层反省 就很西方化了 已经有了 我想有一个问题 就我特别好奇韩庚 就是 是不是你们这一代的艺人 我看到有好几个明星 都特别孝顺 因为我最近有个什么事 我很惊讶 就是去年那个陆寒 不是宣布他有一个女朋友吗 然后就说是因为 他说27岁一定要结婚 是因为父母 爹妈想抱孙 我当时很震惊 就是因为 很传统是吗 对 我说因为 我们以前认为 像我们这一代人会认为说 如果你在这么大的事情上 特别顺从父母呢 通常是因为你的经济能力 还不太独立 那他们 像你们这一代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经济能力 一定比父母那一代好 反而我看到的是 大家是一种 特别传统的 这个思维价值 好像又回归了这种 特别孝顺的东西 其实我跟 怎么说 我还是希望是让父母 因为我看了父母 慢慢年纪越来越大 我觉得 人生嘛 就 时间就这么长 我也希望说 在 我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能希望多培育地 能让他开心 对 但我还好 我妈妈也还好 对我来说 不是说让我去 催着我去结婚 催着我去抱 抱孙子 她不会那样 那你比如说 你将来要是成立家庭的话 你照顾妈妈的意见吗 也会 也会 就如果她不喜欢 但肯定会有影响 就是我妈有 那个我妈妈说 这个我不喜欢 或者怎么样 我会也会听她的意见 但这个就是很纠结 对 你一定会有纠结的一天 我认识一个人 她就说她到最后是 她就她娶媳妇 可能跟妈妈的意见 就老不一样嘛 就她妈妈 而且是干涉到厨房 就是说进厨房 跟那个儿媳妇 做这个做那个 后来是有一天 那个儿子实在受不了了 去厨房跟她妈说 到今天为止 你不许再干涉我的生活 她已经那时候 三四十岁了吧 就说你不许再干涉我的生活 然后她妈就退出了她的生活